很多人觉得隐形眼镜是很安全 可是最近那个C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很多报告就是说 真的隐形眼镜没有这么安全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隐形眼镜 放在眼睛上面 都是常常在磨它 磨它的时候 眼睛的角膜的上面 会有很多小小的洞 伤口 那个时候续菌可以进去 过来你可以感染 有一个感染 后来治疗后就变成一个疤 疤会对你的眼睛 就是没有看得这么清楚 视力就没有这么清楚 如果有这个情况 如果你要治疗这个问题 你要做一个角膜的说术 要换角膜还是要改变角膜的形状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过程 第二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染 隐形眼镜也是把你的水都吸出来 因为你一个东西在那边 像一个水里面会吸那个水 所以眼睛觉得很干 第三就是你放一个眼睛在那边 空气跟 都是从眼泪进去的 不是从血管 所以你放一个东西在那边 空气到你的角膜上面比较少 过来那个营养 营养比较少 所以都是会伤害眼睛 第四 隐形眼睛戴久了 有一个东西常常摸你的眼皮的后面 让你的眼睛很红很痒 不能接受隐形眼镜 平常过了十年到二十年 你常常戴隐形眼镜 很多病人都有这个情况 所以隐形眼镜 平常都是没有问题 可是都是有可能伤害的 如果你要减少有这种问题 第一就是 你戴隐形眼镜的时候 如果眼睛痛不舒服 马上隐形眼镜要拿掉 拿下来 让他休息一下 看是有伤口 还是眼睛干 还是真的有感染 如果你拿掉眼睛变成正常了 你就隐形眼镜洗一洗 你可以放回去 如果你拿出来眼睛还痛 你就不要戴那个隐形眼镜 你要检查看隐形眼镜 有没有破掉 有没有就是 有一个小小的洞 第二就是第二天 如果眼睛还痛 你要马上去看眼科 还是optometrist 检查你的角膜 看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洞在那边 还是有感染 第二就是 不能晚上睡觉 用你的隐形眼镜 就是戴在眼睛里面睡觉 很多隐形眼镜 现在你说你可以一个礼拜 都不要换眼睛 都是放在眼睛里面 不需要拿掉 可是真的 你睡的时候 你戴那个隐形眼镜 你的机会 有感染的机会 也是十倍多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这么多 第三就是 最好买那个隐形眼镜 是每天换的 那个disposable的 你买那个要自己洗的 有时候你洗的时候 会洗的不干净 第二就是 洗的时候会有破掉 第三也洗不干净 因为太多了 那个protein 就是东西就是在你的隐形眼镜上面 就是不能拿掉的 所以最好对你的眼睛比较健康 健康就是买那种的 就是每天换一个的 那会比较干净一点